欢迎收听《义士邪经》第二百五十二回 第一站 在错误的策略和卑劣的阴谋之下惨遭败迹 败得难看到了几点 也输得至为彻底 但是第二站 却是真正的明刀明枪的火拼 毫无花活的白人站呢 即使未能全功最终获胜 却依旧是逼平了天罚兽王 万毒蛇王千寻 这等于呢 是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啊 甚至于有不少人认为 第一站 若不是血魂山庄和风雪银城的馊主意 主力进出 在服役君无异的出色的指挥的话 那未必就一定会输 在这一站上 对方出动了蛇王 最适合出战的英伯空英大至尊 联军方面不敢指望 但是在对毒这一方面的造诣 却并没有多少研究 对上蛇王这位毒中王者 实在是没有把握 万幸的是呢 泪无碑在用毒这方面 还是很有研究的 这也正是江湖中人称他为 冷血至尊的主要的原因 但是没想到就在这里一下子建功 那所以现在 关键还要看第三站了 没尊者欲一己之力 对战联军所有至尊的联手 没有人认为 没尊者能拥有这样强大的实力 毕竟自己这一方还有四位至尊呢 场中的两个人互相拱了拱手 侥幸 泪无碑说了一声 蛇王千寻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对没有取得预期中的胜利 看来是耿耿于怀 泪无碑淡淡一笑 缓步回去 手臂呢微微的颤抖 心知肚明啊 自己那柄示弱性命的宝刀 一定又弯曲了 甚至于那刀身上 已经是有了许多细微的裂痕了 虽然尚堪一用 但是却再也没有办法应付 至尊层次的大战了 蛇王千寻 果然是非同寻常啊 单单是那一身诡异的暗器 死得活得层出不穷 而且上面尽都是夺命的剧毒物 实在是让人头痛欲裂啊 这两个人表面 虽然都似乎啊 受伤不清 但实际上啊 并不算太严重 甚至于呢 都不影响出手 实实上 这两个人呢 也都心中有数 最后的那一招 两个人在对轰之余 都选择了错开身体 维持了这样一个局面 但若是要持续下去的话 那便将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无解结局了 所以说 两个人虽然都多少啊 有些不服气 但是心中呢 也都是各自松了一口气 地面的石板上 已经变成了乌黑色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小点啊 而且有些地方呢 还在痴痴的冒着白烟 慢慢的持续的往下陷落之中 这一片场地 恐怕百年之内 无论是什么都不会在这里生长的 蛇王之毒 的确是冠绝天下 人影一晃 梅至尊 气定神贤的站在了场中 最后一战决胜负 对面所有在八大是尊之列的 此刻就都可以出来了 雷暴雨正要开口说话 文言呢 又将即将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一阵苦笑 不过众人呢 都有了一种感觉 就是梅尊者这一次站了出来 精气神居然明显又不一样了 刚才啊 还多少的有些狂躁 情绪不稳 现在呢 竟是格外的气定神贤 犹如立地成佛一般 虽然说看不到他的面容 但是呢 从周身的气息上来看 却平和了许多 军墨鞋在场边摸着屁股骂娘啊 哎呀 这都是哥哥我一个屁股 便做了四个那么大换来的成就啊 大战将临 鹰伯空哼了一声 率先越重而出 抱拳说道 梅尊者 本人鹰伯空前来讨教 生如今时铿锵不已啊 鹰伯空的怀名虽然只是至尊之末 但是一生啊 最是好斗 更见他之前呢 曾经在某神秘高人处啊 体验过更恐怖 更惊人的强大的气势 梅尊者的实力固然是同样的惊人 鹰伯空呢 赞叹惊讶之余 却并不太多的畏惧之心 但以心境而论 却是要在愚人之上的 生死至尊 时常笑 紧随处的温雅的笑了笑 梅尊者 在下 时常笑 刚刚才退下去的泪无碑 沉着脸 站了片刻 终于呢 又缓缓的走了上去 冷着脸说 梅尊者 在下就不必介绍了吧 嗯 很好 就指你们三个人吗 梅尊者哼了一声 不禁有些失望 这三个人联手啊 至多 也就相当于 鹤王 熊王 蛇王 的人形合力 甚至于呢 还要弱上一筹半筹的 断飞自己之敌啊 顶多呢 也就具备 勉力周旋的资格吧 起码 参战的还有老凤 一声悲愤的利孝 是激荡而出 绝天至尊 丽绝天 畅微微的站了起来 丽绝天之前呢 虽然说 身受重伤 但是呢 他始终是 八大至尊之一啊 硬撑着丢脸啊 硬撑着伤痛没有离开 便是为了此刻 要在梅尊者身上 找回面子 丽绝天 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也许呢 更是最后 挽回生育的机会了 唯有借助其他 三大至尊的力量 一举呢 击败没尊者 才能够 彻底的洗刷 自己身上的耻辱 甚至于呢 还能够 更进一步 错过 华卿天 若是想单打独斗 找回面子 丽绝天 自问终生无望 所以说呢 他虽然受了重伤 多根骨头骨折了 这内伤啊 也颇为不轻 但是啊 他早已在蛇王和泪无碑的战斗中 将断骨接回原位 然后呢 更强行的运起了自残密法 逆天大法 宁可损耗真原寿命 也要将自己的状态 提升到现在 所能够恢复到的 最佳的状态 更用自身的精湛的弦弓 牢牢的控制 断骨之处 这一战 对丽绝天来说 一定是破釜沉舟的 最后一战 无论如何 也都要在这一战之中的 打出最灿烂的战果 打出最射人的威风 没尊者 所谓风水轮流转 你御前的后赐 就让本座客下 当场赐魂了吧 丽绝天 呼呼的喘着粗气 眼神呢 狠狠的盯着没尊者 就仿佛是在看 不共戴天的最大的仇人了 事实上也是 两个人之间的仇恨呢 一定大到了不共戴天 永远呢 没有化解余地的程度 或者对没尊者来说 还没到这个地步 因为啊 他是胜利者 但是对于 丽绝天来说呢 却已经是今生今世 永远没有办法解脱的 奇耻大辱 除非呢 他真的可以反胜 没尊者一次 丽绝天 你是打算 要跟我拼命吗 没尊者何能修为啊 虽然一眼就看得出来 丽绝天呢 是如何从重伤状态当中站起来的 背了多少呢 有些悲悯之意 他自己也知道 丽绝天完全是无辜的 只不过是在自己脾气啊 最为暴躁的时候 丽绝天恰巧两次都赶上了 标准的持鱼之秧啊 而这两个时间段 正是自己这辈子呀 最郁闷 最痛苦 最悲愤的微妙当口 急需呢 找一个人发泄发泄 丽绝天这位第二至尊 便当仁不让的顶了上来 无论是身份还是玄公 丽绝天呢 都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啊 丽绝天悲剧了 而这个悲剧 完全是他自己无意之中造成的 因为 是可上 不可辱 没尊者 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但正是自己在万众瞩目之下 又是掐脖子 又是打耳光 彻彻底底的呢 将丽绝天这至尊次席 以往所有的声明啊 全部毁于一旦 他不找自己拼命 那才是最大的怪事的 而以他的实力论 原本呢 是今生无忘的 偏偏呢 又有了这么一个 至尊联手的绝佳的机会 他如何肯错过 这最后的机会呢 值得吗 没尊者眼神中 略微有些抱歉之意 你听大法使用一次 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丽绝天你应该很清楚吧 为了一口气 就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代价 你真的 不再考虑考虑 若是此时后悔 只需散去功力 修养三五个月 便可恢复 还来得及 不 已经来不及了 早就来不及了 没尊者 你也会怕吗 你应该知道 当你的耳光落在 我丽某人脸上的那一刻 便已经来不及了 我丽绝天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这样的耻辱 我有一种方法 可以洗刷 再也没有第二条路了 怕 我怕你 你想要洗刷耻辱 是打算要我的命了 梅尊者云淡风轻的笑了起来 黑袍波浪般的轻轻的晃动着 正是如此 为了丽某人一生的明节 尚情没尊者 不令赐教 好啊 看来 你是决心已定啊 丽绝天 若是你真有这本事 那我这个头颅 就送你又当如何 只怕这掉脑袋的 会是你自己呀 掉脑袋的究竟是谁 梅尊者现在下结论 似乎还是太早了一些吧 梅尊者说的没错 丽某的名气 在梅尊者的眼中 或者不值钱 但在丽某人自己的眼中 且比脑袋还要重上许多的 今日一战之后 恐怕八大至尊的排名 又要变一变了 梅尊者浑身笼罩在黑袍中 淡淡的说道 似乎呢 还有一种啊 怅然的意思 多年一来 正是因为固体的 狂风至尊不狂风的名头 狂风剑神风卷云 虽然说修为早就够了 可是呢 却迟迟不能晋升 成为至尊 今日之后 八大至尊呢 又有空位出来了 想必这一次呀 风卷云就算是再有心退去 也退无可退了吧 远远的布狂风微笑着说道 狂风至尊的尊号 早已经不在手于我 梅尊者这话 可将布某人瞧得小了 梅尊者哼哼一笑 不过这位冷血至尊大战之后 居然含有胆量来围攻于我 想必是做替死鬼来的吧 真是不知道出于什么立场而出手 真当本尊不会杀人吗 梅尊者这两句功心之语 可谓是相当的厉害呀 在损了立决天之后 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了 狂风剑神风卷云 不能晋升成为至尊的真正的原因 目的呢 便是为了打击与这齐鸣的英伯空斗志 人家愿意跟你齐鸣 甚至甘心多让一步 根本就不是不如你 人家早就可以成为至尊了 却因为前辈至尊的缘故呢 被你捡了个便宜而已 不得不说呀 英伯空听了这句话 心中重重的一阵呢 然后梅尊者呢 又将目标对准了泪无碑 指出他伸手创伤就算上来 也不过呢 就是一个赖鱼冲树垫背的 指不定什么时候啊 就会被其他几位至尊呢 当盾牌给牺牲掉了 这句话对别人来说 可能呢 效果呀 还不是这么明显 但是对于疑心病一向很重 几乎天下都是敌人的泪无碑来说 却是一句话 说到了心坎里 当真是直指本心呢 他先前呢 之所以迟疑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至尊之间的竞争 也是颇为激烈的 若是在危机的时刻 牺牲泪无碑而保全自己 一来呢 消灭了竞争对手 二来呀 自己还能够捡个便宜 创造出手的机会 一句成名 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可是在获得 这大陆英雄这一光环的他 实在没可能不出来 就算明智的有风险 也要出来 可是梅尊者这句话一出口 继音薄空之后 泪无碑啊 骤然变色了 大陆英雄的光环固然荣耀 但是对于一个死人来说 却只是一个罪不起眼的装饰了 梅尊者的功心之气 当真犀利啊 实貌佩服 但是梅尊者 似乎是找错了对象了 时常笑 呵呵一笑 我等四人呢 尽都是身经百战 随便一人呢 也可都说是功心战的鼻祖 梅尊者在我们面前 施展这一套 是否是太小瞧了我们了呀 更何况我们四个人 出则同出 退则同退 四人一心 更肩负大陆亿万民众之重托 岂能中了梅尊者的挑拨之计 试问 若是梅尊者 当真对自己有偌大的自信 会如此的浪费口舌吗 他这么一说呀 另外两个人顿时醒悟 历绝天狠狠的大喝了一声 特说无意 手上见真张吧 今日就让我四人领教一下 所谓天法之主 万寿尊者的今天手段 说着那哈哈大笑 竟然不顾身负重伤 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 五人混战 总要有人先出手 而先出手的人 往往比较吃亏 因为啊 会有迎头一击等着他 但是呢 却能够为其他的人呢 创造机会 别看石长孝 以言辞啊 驱散了来自梅至尊的 功心之语 但是呢 平心而论 四大至尊 有哪一个 不怕梅至尊的 强横的手段呀 眼下不过是世道临头 不得不战 推一万步来讲 就算是此战真正的失败 除立决天之外的三大至尊 也未必会有多难受 可是立决天却不行啊 之前的人寿大战 他的血魂山庄的实力 已经毁了一半了 之前在遭这没尊者如此的羞辱 再加上啊 他罔顾大陆民众安危啊 这阴谋算计均无益 当真是名声扫地 众叛亲离了 若最终无法战胜梅至尊 一切也会随之幻灭 所以别人有选择 立决天 却是别无选择的 只能是孤注一掷 所以他只有冲了 立决天这一冲啊 石长孝和英伯空 泪乌碑三个人也不敢怠慢 身体呢迅速的移行换位 上时间就已经各自站准了方位 顺序出击 虽然说之前呢 并没有商量过什么战略 但是三个人 有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 随便每个人的站位 却尽都是最能够配合其他两人呢 更遥相呼应立决天的最佳位置 李决天身子冲出 身形呢 却渐渐的淡了 却是以最快的速度 急速的出击 梅尊者一见啊 哼了一声 一拳轰了出来 李决天身子一缩 冲到了梅尊者面前 却又如同呢 泥铸一般的 从一边一滑 斜斜的退了出去 从他身后原本站立的位置 两个拳头突然生生的沙僵出来 正面对上了梅尊者的一只拳头 同时呢 英国空毅然腾身飞出 飞银身把拳速展开 凌空扑下 鬼鹰九爪 第一是 泪无碑的 黑乎乎的长刀 再度亮了起来 从石畅校的泪下钻了出去 直似梅尊者前胸 笼罩了 女的身上方是五尺方圆呢 这始终是荣誉性命的一战呢 即使再吝惜自己的宝刀 也要一听 与此同时呢 立决天正侧面击退的身影 就像陀螺一般高速的反转了回来 化去世为来世 去而复返 从侧面再度的 展开了猛攻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士邪君 第253回